在灌味的时候你要加一些葡萄糖 盐水 是吧 还有这个维生素类的 或还有一些抗菌素类的 但是抗菌素类尤其用点中草药性的比较好一点 给蟒蛇喂流食 就必须给蟒蛇插上胃管 将营养液灌到蟒蛇的胃中 如果在插胃管的时候稍有偏差 就会破坏蟒蛇的气管 进而导致蟒蛇的死亡 虽然有着很大的危险 但是这也是目前挽救蟒蛇生命的唯一办法 那这一次插管治疗能否一帆风顺呢 这一早工作人员来到龙舌中 开始为蟒蛇插卫管做准备工作 首先黄文青要将十几种药片捣碎 搅拌成液体 二十分钟后药物配好了 黄文青开始给蟒蛇插卫管 将配置好的药物灌到蟒蛇体内 小乖乖 哎呀 别动哦 哎呀 我知道你不愿意跟人在一起 这个忧郁跟他问题 你要是直接这样插吧 我又把插的气滚一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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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把我们把我们的体制 那么说 它就把我们能够体质方面 有到一些恢复 恢复的体质 那么说我们一些药物 它也同时能够吸收 很成功 通过营养疗法 盲车的身体很快地强壮起来 口腔人的治疗也很顺利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 蟒蛇的状态完全恢复了过来 比起刚来到鳄鱼中心时的样子 有了天壤之别 可是黄文青却并没有放松心情 每天仍然仔细观察着蟒蛇 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黄文青知道 要判断蟒蛇是否完全恢复 就必须看到蟒蛇能够自己独自捕食 恢复野性 黄文青等待的 就是蟒蛇捕食的这一天 那么你要让它捕食 所以我们一直在等待那一天 我记得在救治了47天的时候 就是五一街前夕的一两天 我们从这个渝北 一个养兔的地方 我们就问他